將逆者帶回岸上 這是在蘭嶼開園港內 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臺東縣織會所辦理的復訓課程 二零零九年在蘭嶼開班 這批學員必須在十二分鐘內遊玩四百公尺 包括包紮 急救救逆處理等等 受訓時間超過六十個小時 並且每三年復訓一次 就是要讓學員熟悉之前所學的救生 概念及動作 教練表示這批蘭嶼年輕人十分積極投入 學習力很強 也很有服務醫院 不過有的學員為了生計 都到臺灣工作 覺得非常可惜 原本近百位受訓的學員 這次只有二十五位前來復訓 而復訓課程有CPR四式基本油 單向救膩 綜合救膩 有的學員動作雖然生疏 不過還是認真地將逐漸生疏的救生課程 再一次複習 救生的那個什麼那個概念 它每一年每一年都在都在改變 所以我們以前學的三年前學的跟 現在學的是會不一樣 那你參加復訓的話 就可以學到說新的知識 我覺得在島上應該是一個 尤其我們從事觀光業 其實幫助很大 也可以保持 也可以讓遊客比較安心 從二十六號到二十九號為期三天的 複習課程也在最後一天考試 學員通過後才能取得CPR與救生員的雙證照 紅石智慧 臺東智慧表示 近年來蘭嶼觀光逐漸興盛 海洋活動也越來越多元 參與救生訓練除了可以讓族人學習自保 還可以保障民眾海上安全益觸多多 記者 臺東來於採訪報導